乐歌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带好说乐歌 如果战争是愚蠢塔人类的宿命 那么为残酷的战争喝彩 则是人类脱离人之属性的开端 1916年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之后 西线战场 一个普通的清城 城光细微 天边泛起微红 森林里薄雾弥漫 早起的幼崽损悉着甘甜的乳汁 一切都是那么的神秘而美好 直到一阵风吹散博物 茫茫大地之上 赫然倒伏着无数死尸 他们身上挂着霜 旁边的弹坑里凝固着他们的血液 远处硝烟弥漫 机枪喷吐的火石 德军战壕里 一个叫海英里西的士兵射说着 被战友推出战壕 冒死冲锋 炮弹发出震耳的轰鱼 爆炸声撕裂的空气 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 恐惧让他变得疯狂 他拿起刀砍现了对面的敌人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最终他还是被战争机器 无情绞杀 尸体就地装入棺材 用石灰消毒后掩埋 他的军装被拔下 送入工厂 洗去泥土血迹 缝上新的名字 即将穿在一个叫 保罗的新兵身上 而这便是这场战争流水现场 最稀疏平常的一幕 保罗一个19岁的高中生 年少热血满脑着混沌 在他眼里 生活战争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甚至一切都被浪漫化了 当学校里的军国主义分子 喊出为国效力的口号时 学生们便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动员大会上 一名教官激情澎湃 在黑暗的时刻 在等待进攻之时 明可能会心生疑虑 但这不是一指薄弱的时候 任何犹豫和质疑都是对祖国的背叛 宏大的血势和煽动性的民族主义 总会鼓动这些未经事事的孩子们 去充当炮灰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一无所知 甚至会像保罗这样兴奋到悄悄 拿到军装的那一刻 保罗难眼激动 但他永远也想不到 这件军装的主人在死前都经历了什么 军装上残留的血腥味 还在无声地站立着 保罗心里却在幻想 等自己一身戎装 宰玉而归 定然可以俘获心爱女孩的芳心 这些稚嫩的年轻人 就这样 无知又无味地奔赴西线 起初的氛围是无比轻松的 他们想象中的战争 是德军闪电进击 攻城掠地 无所不能 他们所向披靡 庆祝胜利 简直美好的像 涂了一层玫瑰色 直到路过一个野战音乐时 卡车被征用 他们只能徒步奔赴前线 高强度的急行军 野蛮暴躁的长官 倒卧身影的伤员 浓重刺鼻的硝烟气息 给了他们第一个瞎马杯 恐惧一点点从心里置身 直到敌机在头顶风鸣 炮弹在身边乍响 恐惧才后知后觉地袭来 有人大喊 毒气 所有人开始手忙脚乱打 戴防毒面具 生死时刻 保罗先帮同学戴上了面具 长官立身贺子 在战场上都管闲事 基本活不过一天 为了惩罚他 长官让他一直戴着防毒面具 虽然这发炮弹根本没毒 很快他们便到达战壕 西线靠海 英语不断 战壕里积水过溪 冰冷吃骨 榴弹在头顶飞舞 大地在脚下正颤 保罗闷在防毒面具里 几乎快要无法呼吸 一个温和的长官 帮他去掉面具 扑面而来的是湿冷塔 混杂着刺利硝烟味道的空气 一个名叫凯特的老兵吐槽道 给狗一块肉肯定会被雕咒 给人一点权力 他就会变得野蛮 保罗的第一个任务 是清理战壕里的积水 雨水冰冷阴寒 他们的双手很快便失去了知觉 凯特教给他们一个办法 把手伸的裤裆力 虽然不雅 但却非常有效 夜幕降临 黄色的闪光弹 划过夜空 拖出一道白烟 前方阵地传来动静 保罗兴奋不已 他的第一个人头 说不定就在今晚了 他连开几枪 没有命中目标 但也不敢移动位置 只听收的一声 一颗子弹命中 他的头盔 保罗吓得魂飞魄散 惊叫着我中枪了 凯特告诫他们 敌人看到你枪口的闪光了 不想死的话 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闪光弹如起明星一般 照亮远方的迷雾 拉开了新一轮战斗的序幕 纵炮震天锁地 致命的紧张感 像一把锯子 来回刮衬着他们的脊背 战壕即将坍塌 众人鱼冠而出 忽然保罗的世界 变成一片黑暗 知觉也离体而去 仿佛被一个巨大的漩涡 瞬间吞噬 在此睁开眼睛 保罗才猛然惊醒 这就是战争 可怕的 地狱般的战争 简单吃了点东西后 保罗便开始收集 阵亡士兵的名牌 他麻木地从一具具尸体上 摘下半块带血塔 污秽不堪的金属片 忽然他在污泥中 找到了一副眼镜 那是昔日同窗的遗物 那一刻 保罗猛然惊醒 死亡从未离他这么近 从未发生得这么快 这么具体 恐惧再次发威 令保罗情绪崩溃 尸体不再是冰凉的死物 而是被吐露的灵魂之躯 保罗的感官变得异常敏锐 死亡犹如锐利的尖刺 毫不留情地戳向他脆弱的心 泪水无声地滑落 但他能作打 却只是从麻木到适应 而送到陆军司令部的 一个个带血的名牌 全都变成了牺牲名单上打 一串串数字 或者是某位将军战功部上的 一块块荣誉勋章 战场上的每一秒 都伴随着死亡 保罗和他的同学 在这样的漩涡中 凭借着求生的本能 和好的爆炸的运气 活了下来 可他们也从一个个 自欺未托的孩子 变成了冷酷 猜忌 无情 麻木 满怀仇恨 残忍粗鲁打 老兵游致 这样很好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他们才能活着 时间来到1918年11月 高层终于有人意识到了 这场战争的愚蠢 美国人的加入 让协约国有了 源源不断的武器和物资 而德国却已经千疮百孔 再也无力维持战争 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 战争每持续一天 就有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年 毫无意义的失去生命 可那些好战的将军 却放不下虚伪的自尊心 妄图鱼死网破 何谈阻力重重 士兵们侧到了后方 获得了短暂的休息 可食物的匮乏 还是折磨着他们 这天 善于侦察的凯特 发现了一户养鹅的人家 凯特翻墙入院 保罗在外面放风 偷鹅小队被发现 两人拼命奔逃 获得食物的喜悦 冲淡了一切 他们兴奋的发狂 这顿美味的鹅肉 足以让他们终身难忘 这一天过得实在是 太过美好 美好的梦幻 第二天清晨 阳光穿过枯树 闪烁着耀眼的心芒 朦胧的雾气 折射的阳光 散发着十字般的金光 金色的田野上 三个女孩 牵着马车走过 这幅田园木格的美好画面 让保罗他们一阵心酸 二十岁的年纪 本应该是写诗 画画 恋爱的年纪 可他们的二十岁 却被无情地踩踏进战争的烂泥中 一个叫弗朗赤的士兵走上前去 用法语和姑娘们交流 他兴奋到手舞主导 尽情展现着自己的魅力 女孩们对他并不抵触 弗朗赤跟着女孩回了家 不知他们有没有发生什么 想到此处 所有士兵心里都泛起无限的冲劲 烽火连三月 加苏抵万青 一批包裹信件寄到了兵营 士兵们争先恐后 凯特也收到了妻子的来信 他不识字 于是便叫上保罗 让他念给自己听 读着那些饱含温情的文字 保罗心中感慨不已 凯特却一脸凝重 他深知 深处战争之中 越深情就越残酷 可谁会在乎这些呢 那些将军只会在意 他们有没有近距离作战 他们就像被困在 玻璃罐中的飞蛾 无论如何挣扎求生 都逃不过自焚的命运 战争到底还有多久 可以结束呢 晚上 弗朗赤从女孩家回来 还带回了战利品 一条丝巾在男孩们之间穿越 修着那若有若无的香气 似乎他们也拥有了爱情 第二天 保罗他们接到任务 去寻找一批年轻的新兵 他们在来后方的路上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森林里 保罗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排击炮将士兵 从军装里炸飞 挂在树上的尸体 只剩下一条腿 呈现出诡异的死灰和暗红 他们一边抱怨着食物 难以下咽 一边搜索 在外蹲守的路德韦西 看到一张海报 上面有一个漂亮的红发女郎 他痴痴地问 你愿意跟我走吧 没问题 他自问自答 然后小心翼翼地取下 那一半的海报 保罗探进仓库 打开一扇铁门 眼前是骇人大 四山四海 60个年轻的德国士兵 还没有上战场 就死于敌人的毒气弹 他们死相凄惨 脑袋发青 嘴唇发黑 中毒气死亡 非常痛苦 他们会感觉肺部 如火烧一般 死前甚至会把烂掉的肺一起吐出来 1918年11月8日 德国代表团奔赴法国和谈 可西线的将军却认为 这是卖国行为 他不会投降 他要立刻出击 全力出击 一个人的狂妄 无数人的死亡 保罗半夜被叫醒 奔赴前线 临近破晓的夜晚 一片深蓝 树影婆娑 运兵车亮者 心心点点的灯 奔赴被死亡诅咒的战场 阴郁的蓝 涂抹在一片浓雾之中 死亡般的寂静里 压抑者致命的恐惧 士兵们端着枪屏住呼吸 狂躁的军官下令冲锋 来不及多想 保罗爬出战壕 投身与可怕的漩涡 漩涡的中心是 榴弹 炮火 毒气和死亡 挣扎皆是徒劳 生死只看本能和运气 他们冲入敌军指挥部 里面有很多美味的食物 士兵们大快躲移 像恶狼一般饥不择食 忽然大地震颤 无数老鼠成群接队地涌出 一种不祥的预感 从他们心底升起 一阵谎言过后 敌军的坦克排着队 呼啸而来 对保罗他们来说 坦克比其他武器恐怖万倍 他们毫无知觉大 碾压过来 肩不可吹 所向披靡 面对这样的钢铁猛兽 人的胳膊变成了脉杆 子弹成了橡皮 手榴弹也像是一根根火柴 只有把他的后背露出来 他们才有反击的机会 炸掉领带 逼出驾驶者 乱枪击毙 来不及喘息 更大的恐惧接踵而来 一群拿着火焰喷射器的敌人 居高零下的喷火 来不及撤退的战友 全身被点燃 重度烧伤 生不如死 凄厉的叫喊 对活着的人是一种极端的折磨 保罗拼命地跑车 大脑一片空白 他亲眼看着投降的战友 被敌人烧成一堆焦炭 长官终于下令撤退 敌机在头顶呼啸盘旋 保罗躲进一个巨大的弹坑 整个身体紧紧贴着大地 他祈祷着不要有人发现他 可很不幸 一个法国人也掉进了弹坑 保罗想都没想 拿起匕首就发疯似的朝他捅去 敌人颤抖着 贪软地倒下 但却并没有死 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咕噜声 这声音在保罗听来 简直是咆哮 是呐喊 是嘶吼 也是控诉 他想堵住他的嘴 可一切都是徒劳 看着自己血淋淋的手 保罗一阵恶心 可他怎么也抹不去 那侵入灵魂的血迹 敌人冰死的咕噜声还在继续 他侧头看着保罗 那双眼睛里凝聚着一种 对死神的恐惧 保罗的灵魂备受煎熬 人死起来可真慢 他想为他做点什么 只要他能活下来 因为听着他慢慢死去的感觉 痛不欲生 终于他还是死了 保罗从他身上翻出了一张照片 和几封信 忽然保罗意识到 他也有家人和孩子 他也是一个具体的 活生生的 和他一样的人 而不是一把枪 一颗手榴弹 或是一个敌人 现在他杀死了他 一种巨大的愧疚 侵蚀着他 一种比死亡更大的绝望 抽离了他的灵魂 战斗已经停止 保罗几乎是凭借着本能 走出了这片修罗场 一路上 饥饿 困倦 绝望 轮番折磨着他 此时此刻 西线指挥部内 将军听着高雅的音乐 吃着精致的食物 喝着上等的红酒 大肆感叹 如果没有战争 要士兵何用 他这个将军 又如何建功立业 所以即便政府方面投降 他也要拉上这些士兵 战斗到底 保罗来到后方军营 和谈的消息已经传来 大家欢呼着 期盼着 渴望能早一天 离开这个鬼地方 但保罗却开心不起来 衣物势力产豪正天 快剧的腐臭气味 混杂的粘稠的血腥味道 幸运的是 凯特还活着 弗朗斯已经死了 路德维希也死了 但他们的这份希望 需要活下去 凯特摇头道 这里的一切就像发烧 来得莫名其妙 上帝就这样看着我们 互相屠杀 而我们又知道什么呢 能活着 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谈判正式开始 德国被迫接受了协约国 柯柯达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集团的贪婪 也为二战的爆发 埋下了伏笔 双方约定停战协议于 1918年11月11日 上午11时正式生效 可西县的将军 却厌不下这口气 他准备拉上军营的士兵 以及新运兰的 所有新兵 在停战协议生效之前 给法罗人最后一击 以告慰他那野蛮大 可怜大 荒唐大 狂妄的自尊心 停战广播 传遍军营 所有士兵欢呼雀跃 战争终于要结束了 凯特开始畅想和妻子 团圆的场景 他和保罗在雪地上追逐 忽然想起他们刚来这里时 那只美味的烧鹅 于是他们再次来到那户 法国农家 又一次被发现 但不幸的是 这一次凯特腹部中了一枪 保罗扶着他往回走 一堆路过的德国军车 却见死不救 凯特的情况越来越糟 保罗拼命把他背回军营 可凯特却停止了呼吸 他死于肝脏破裂 引发的大出血 保罗无法接受 却不得不接受 凯特死于一个孩子之兽 集合号响起 所有士兵都以为要回家了 可等待他们的 却是奔赴前线的命令 所有人甚至连将军自己也明白 这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牺牲 可提出意义的人 面临的却是自己人的枪口 保罗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可身为蝼蚁 他又能怎么样呢 对于这样的事 他早该麻木打 他能做的只是麻木的开枪 麻木的厮杀 麻木的躲避子弹 麻木的让自己活下去 可这一次他却没有那么性命 一个躲在黑暗中的敌人 刺穿了他的心脏 就在下一秒11点到了 停战协议生效 保罗一1918年11月11日11点 阵亡于西县 那天整个前线寂静无声 军队指挥部战报上的记录 仅有一句话 西县无战事 滚滚硝烟来来去去 掩埋在人类历史藏河的墓碑上 眷客的真相 多少无辜的冤魂 都在反复验证着 塞尔维亚达那句谚语 在战争中 政治家提供弹药 富人提供食物 穷人提供孩子 当战争结束后 政治家们取回剩余的弹药 富人种更多的粮食 穷人们只能寻找孩子的坟墓 母亲养大自己的孩子 又亲手埋葬自己的孩子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 关注点赞教识乱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